同学们 我们继续来讲贵族的家庭 贵族的家庭 那么我们已经讲了 贵族的家庭的一些成员 以及里面住的哪几部分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讲这一讲的 第二个小标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讲的 就是幸与不幸的婚姻 住在里面的人幸福不幸福 他们的婚姻关系和谐不和谐 这是我们这一讲要讲的内容 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家庭 其实是很复杂的 几百个人住在一起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妇女生活的不幸福 我们刚才已经 上一次人家讲了一点了 说他们有几个不幸福了 一个就是他们受到控制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他们那个妇产科医学 特别的那个落后 生孩子就要死 所以妇女也不结婚 另外由于百分之四十的妇女 不结婚了 那么这样一来男女比例 人口中的男女比例 就受到了问题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加重了社会的问题 第三个情况是教育 教会里面呢 往往那个号召妇女不要结婚 这也加深了一些社会问题 第四个状况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当时的贵族呢 往往去 那个采取这是 政治婚姻 或者财产婚姻 也就是这个爱情因素比较少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都会导致女性的不幸 那么就是在一个城堡里面呢 妇女们也都是被管起来的 有的地方甚至用七把锁 来把妇女锁在房间里 她们的身份是不自由的 那么从这么一种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觉得呢 妇女的生活呢 和她们那个婚姻问题呢 都是比较麻烦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呢 我们说呢就是 首先我们来谈谈 那个心与不幸的婚姻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看来 这里面是不对等的 男女是不平等的 因为在那个贵族家里啊 要求子女为父亲做牺牲 要求女性为男性做牺牲 因为家庭利益呢 往往是牺牲了子女的爱情 甚至也牺牲了 那个贵族自己的爱情 子女要为父亲 妻子要为丈夫 家庭要为家族 做出各种牺牲 这就是他们的不幸啊 贵族之家的婚姻啊 首先就是要看人家的门地 看他们的财产 要看这个婚姻啊 能否为发扬家族的利益 做出贡献 所以要等到他们确实有财产 或者成就了 那么才考虑小孩的婚姻问题 所以这种非常精明的一种盘算 而正是在这种盘算里面 也许获得了政治利益 也许获得了经济利益 就是还是不幸福 因为他们丢弃了人的家庭最重要的东西 叫做爱情和亲情 这个贵族一般结婚比较晚 年龄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以现在的说法 从20岁到40岁都属于青年人 但是不能结婚 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出路的时候 没有财产的时候 婚姻是不能随之而至的 那么所以呢 一个人能不能结婚 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你是不是已经有地位了 还有一个因素呢 取决于你是不是有财产了 如果你没有地位也没有财产 那么你就是一个单身贵族 单身贵族我们现在用的很多 但是实际上单身贵族这个地位 这个位置呢 在当时看起来是很不愉快的一个 身份 所以欧洲贵族家庭里出现很多单身贵族 他们是单身 然后他们没事干 也不能结婚 结果就参加什么战争啊 十四军清律啊 他们都是参加这样一种问题 正因为也正是因为 有那么一批男性的单身贵族存在 就出现了歧视之爱 这样一种社会基础 这是说我们说 第一点就是家庭的那个婚姻关系 父女是从财产 女儿是父亲的财产 他们的有用之处 要看他们能不能给家族 带来财产和声望 这不仅女性如此 男性也是这样 一个歧视啊 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呢 往往是希望找一个更加高贵的家庭 中去寻找对象 以便提高自己的地位 我们看那个歧视风度啊 其实爱情啊 其实爱情啊 无一不是仰望着看妇女的 其实不愿意找一个地位比他差的家庭的女儿 不愿意娶这样的女儿 要娶一个比他地位更高的这样一个家族中去找对象 以便提升自己的地位 如果在那个地位高的家庭里面找到对象呢 就会为着自己社会地位向上发展 许多的贵族婚姻啊 都是经过家族双量后决定的 先是考虑对方的地位 生育 再是考虑他的财产 然后呢 就是双方的家长之间进行谈判 一般来说 家长往往是决定子女婚姻的 在十一世纪啊 有一个贵族啊 那个贵族呢 就表示 说假如有个人要娶他的女儿为妻啊 就是这么样 当时是这么回事 就有几个贵族 对象一个叫做 对象一个人 这个人呢叫做高德利夫 她是个女性 像那个高德利夫的父亲表示 说你的女儿很好 我想娶她为妻 那么这几个人当中呢 有一个从那个布鲁日里来的人 这个人名字叫做 那个贝尔托夫 这个人呢 最后就被那个女孩的父亲选中了 为什么呢 他条件最好 那个贝尔夫的父母呢 却不同意这么亲事 因为这个 那个布尔托夫的父母呢 他的母亲不愿意娶一个远方来的黑头发姑娘 因为那个姑娘很漂亮 但是黑头发不要 那位黑头发姑娘不要 于是就对自己的儿子说呢 你能不能在自己的附近找一个对象 这样呢 母亲的意志就是决定性的 那门婚事就催了 所以我们看呢 那个子女呢 往往是父母的财产 在城里也一样啊 那个婚姻需要父母做主 财产考虑在城市更加重要 但在农村呢 有的时候管得松一点啊 那么在农村呢 年轻人的婚姻呢 有的时候可以摆脱父母的做主 他们甚至可以自己恋爱 他们怎么玩就这么玩 男性呢就组织一个男性俱乐部 那么一群男青年 再把跑到街上 就到街上呢 就把马路封住 然后如果女同胞要通过呢 就要付钱 那么女同胞也当然不干了 所以女同胞呢 就组织了女同胞的俱乐部 也在街上揽一条 那个也把街头揽住 男性要通过他们的地段 也得付钱 所以呢 这就是他们开玩笑 实际上这个钱不欠也是吃腰的 这就这么他们玩做爱情的游戏 有点像我们这对歌 所以在农村呢 我们看到 尤其非贵族家庭 在那个平民之间呢 是有爱情存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 那个婚姻的关系啊 也经常受到风气的改变而改变 风气的改变而改变 比如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 在城里啊 那个权贵贵族形成后啊 城市的贵族呢 就和那个农村的贵族呢 进行复养通风了 一般来说呢 那个城市的贵族呢 城市里面的文化要高一点啊 但是一般来说呢 也是比较传统的 你比方说 那个在那个十六世纪 十五十六世纪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那个画家雕塑家 那个名字大家当然熟悉了 叫做米克朗基罗 米克朗基罗啊 他是在一四 一五四九年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个老人了 我们来看看 他的婚姻观是什么 他就告诉自己的那个外孙啊 那个不是自己的外孙 孙子的一辈 外孙子的 孙子一辈 他告诉他 如何去选择一个人当妻子 他说假如你选一个择偶的时候 他表示那个婚姻呢 当然那你自己做主吧 你是年轻人吗 自己做主 但是我应该给你一些忠告 什么忠告呢 他说佛罗伦萨这个地方 意大利佛罗伦萨 有很多高贵的和贫穷的家庭 如果你要和他们去联姻的话呢 你就会加入到他们的圈子里去 尽管呢 他们不一定会为你提供嫁妆 米开朗伦萨还说什么呢 米开朗伦萨就说 说呢 你也不要考虑到家族骄傲不骄傲 你要的是一个什么 能陪伴在你身边的 你可以控制的人 他不要每天外出 参加宴会啊 参加婚礼啊 他如果老是在外面 一定要受污染的 因为在我们这里有那么的宫廷啊 宫殿啊 他说宫廷宫殿都是制造妇 制造妓女的地方 他说呢 你最好还是找一个老实可靠的 高贵一点的 高上一家家庭 这样才比较靠得住 那么从米开朗伦萨的这话里 我们体会出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 第一 米开朗伦的这话就说明了 那个别的不太重要 找一个人要可靠的最重要 他倒不是说一定要找有钱的 一定要政治联姻 他说呢 风气已变 主要找可靠的 第二呢 他还是有高上的家庭 与非高上的家庭之区别的 假如那个家庭比较高上 可能女子的修养比较好 这样呢 那小孩会比较幸福一点 第三呢 他还说这样一层意思 外面都是腐败的 所以女性不能出去 你要把她管得住 最好每天陪在你家里 这个呢 当然也是和那个权贵贵族家庭生活 他甚至用了妓女这一说 外面都是宫廷 哪里有宫廷 哪里出妓女 他们一个老人不应该说这种话 但是他就这么对自己的小孩说 证明了当时呢 社会风气腐败到家 所以米开朗伦罗也是要保护自己 保护那个妇女的 也是要把妇女管起来的 但是目的呢 是怕她到外面去 要把妇女锁在家里 所以这一点呢 和以前呢 是有共同之处的 我们再接着看啊 我们的贵族当然一般都是自的了 所以呢 有些人呢 就通过写信来表达爱情 你比如说有两个 在15世纪 在英国有两个盛世之家 他们之间进行了联姻啊 那个年轻人 那个叫做那个约翰啊 那个女孩叫做Margaret 就是Margaret和约翰呢 就结婚了 他们在什么时候结婚呢 他们在1439年 这一年呢 这两个乡生的家里呢 就结婚了 他们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安排的 那个约翰大部分时间呢 是要在伦敦度过的 有父母做主 他在伦敦干什么呢 他在伦敦学习法律 因为学法律是很好的出路 一旦学会了法律 就可以要么当经纪人 要么当公正人 要么进入那个双界 要么进入政界 所以呢 他在伦敦度要做上等人 那个Margaret呢 就在他们的老家待着 陪着他们那个男的的母亲啊 那个老家在哪里呢 在英国的 诺福克啊 那个地方 他主要是管家 管地财啊 管那个雇人耕种啊 收租啊 采办家里的需要啊 服侍那个男的的母亲啊 等等等等 一切是 但是这个女的Margaret 非常能干 干得非常出色 我们说一般的贵族妇女啦 他们是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贵族妇女就什么事也不敢的 只会吃吃喝喝 不是的 他们要干很多很繁琐的事情 那个Margaret干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贵族啊 这个贵族叫摩兰斯 他摔了了一个几百人 甚至上千的军队来攻打 来攻打他的家 那个Margaret居然挫败了包围者 还有一件事 他也很厉害 欧洲后来爆发那个连绵不断的爆发黑死病 黑死病袭起他家的时候 他居然能够把全家人 那个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那个Margaret生了多少孩子啊 生了八个子女 但是没有一个活下来 然后当那个Margaret四十三岁的时候呢 他的丈夫约翰死了 然后呢 他呢就开始操办家里的 家里的事情 刚才说错了 就那个生了八个儿子嘛 没有活下来 他有女儿活下来 所以呢 他还操持家里的子女的婚事啊 他有一个女儿呢 是是从一个什么 是从一个管家 从一个其他地方的地图的管家秘密的结婚 那么当时人结婚的是考虑什么 考虑那个地位的 觉得我家是盛世 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一个管家呢 觉得是低旧了 所以非常不满意 所以他就从自己的女儿断绝来往 把那个女儿当作死了一样 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约翰在伦敦工作 而他呢在乡下守着一个管家 他们自己爱情怎么联系呢 就有靠通信 所以即使在那个时候 在15世纪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出信来往 表达自己的爱情 爱母关系 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在欧洲 那个家庭 贵族家庭的妇女呢 就会有很多女性成员 比如说包括他们的母亲啊 妻子啊 女儿啊 这些人统称为贵妇人 贵妇人是什么呢 贵妇人就是说 他们自己的显贵 他们的地位 不是由他们自己争得的 而是由他们的丈夫 或者他们父亲给他们的 说穿了他们是依附于男性的 一些贵妇人 贵族妇女 帮助自己 在帮助自己的亲戚 帮助自己的丈夫方面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呢 却没有证据表明 哪个女性是因为自己的政治 军事才能 而被分为贵族的 所以在中世纪有这种称呼 我们叫做女伯爵 甚至我们可以叫女公爵 女公爵这个头鞋 也不是封给她的 要么是 那个是继承来的 要么就是 她的丈夫死了 封号落到她的头上 但是这些人呢 虽然有这样的 正式的贵族身份 但是同行里面 其他贵族看里面呢 还是把他们看成是伯爵夫人 某某伯爵夫人 某某公爵夫人 因为这些人呢 虽然他们具有封号 甚至也是公爵 也是伯爵 但是他们不是公爵 他们是依附于男性贵族身上的贵夫人 那么有的时候他们也履行一些 那个叫做贵族义务 比方打仗 那个时候呢 他们只有他们的办法 他们会付一笔钱 雇人去打仗 所以呢 很少有亲自去打仗的 所以我们说在那个贵族的集团里面呢 那个贵妇人呢 往往是歧视的崇拜的对象 他们尽量扮演好女性的角色 而让那些歧视呢 为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欲望呢 而四处奔波 这就是我们想起了 想起这么一件事 就在真正的封建社会里面呢 妇女是一种财产 这种财产关系呢 即使是贵族妇女 也不例外 而歧视们 我们刚才说了 歧视们一般都要找 比自己更高贵的 家庭出生的女性 为自己的配偶 以便提高自己的地位 因为如果你同地位更高的家族联姻 这就意味着家族在往上发展 对于贵妇人来说 贵族妇女来说 所以他们儿童时期 就要开始为将来做准备 他们怎么准备呢 就是要学习 他们学习文法 他们学习有关 如何操制家务的学问 如何服从丈夫的技巧 他们成年以后 就会成为某某贵族的妻子 有的成了寡妇 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中啊 男性的结婚年龄 要比他的新娘大得多 在1427年的时候 佛罗伦沙 意大利的佛罗伦沙呢 他们大部分男子 都要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才结婚 有的甚至总生不娶 为什么 没钱 没地位 而妇女呢 一般是在18岁左右结婚 这要差很多了 如果30岁的人和18岁的人结婚 那就差12岁 如果40岁的人和18岁的人结婚 那就差多少 在20多岁 所以1827年的时候呢 当时意大利人 人文女性最理想的结婚年龄 应该是15岁 所以如果这样一个年龄差呢 那个小孩到了一个家庭 什么都不会 所以人文主义者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候的 人文主义者呢 就要写一些书 什么书呢 叫做妻子的责任啊 你怎么管理家务啊 写这些小册子 这种小册子非常流行 因为这些小册子的目的呢 就是给那些年轻太太看的 他们不会 而他们的丈夫 就给他们买这样的书 交给他们怎么做妻子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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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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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